每个人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没有人会陪伴你一辈子,只会陪你走过一段路程,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。 寂寞是无人相伴的旅程,是没有星光的夜空,它是空虚的人孤苦,是浅薄的人浮躁,是睿智的人生沉。 庄子说,不需敬虔的寂寞为者,万物之本也,在庄子看来,寂寞是万物的根本,人也只有在寂寞中,才能更好地感受生命,认识自己,古来生贤皆寂寞,每个时代,总会有那么一些人,遵从于自己的内心,用一生的时间,在寂寞中思考,做事,直到有一天,他们从容离开。 寂寞,是一种高处,高处不胜寒,去过其脏的人说,在那雪域高原之上,面对着横空出世的山峰,和永存不化的冰川,一个人可以体验妙不可言的梦幻,以及令人敬畏的神秘。 身在高处徘徊,见了极致风景,身在高处寂寞,收获必要人生,并不是只有走过生命禁区的人生,才是完美的人生。 但是,一辈子拨在屋檐下的人生,注定是可怜的人生。 庄子说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逍遥于天地之间,而心自得。 寂寞,是一种逍遥。 寂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 不想随波逐流,不羡慕世界的繁华,不采眉红尘的喧嚣,尽守自己的一方天地,隐瞰自得。 地眉微笑,我们是飘飘而来,孤零零而去,人生就是一路寂寞,无问西东。 梁石秋说,寂寞是一种轻浮,寂寞,可以让人感受一种空灵悠闲的境界。 空山夜雨,万难无声,所谓心远地自偏,寂寞可以让我们更切实地享受人生,摆脱世俗的干扫,追求内心的干净和精神生活的丰富。 寂寞,是青庄上路,心无杂念的活着,万花丛中过,边也不沾身,人生所有的纪律,不过是四季的风,风过了,我依然是我。 寂寞,是人生最高的享受,享受寂寞,心地的尘埃才能得以进化,灵魂的污浊才能得以洗涤,良好的心态才能得以造就。 享受寂寞,就是参悟人生,装此说,物而物与物,心意是万物,而不是成为万物的奴隶。 享受寂寞,不为万物所奴役,但是也不必让自己的心走向枯寂。 西纪时期,江南有一个名叫夏同的人,他保读诗书,学会过人,派入试图的机会很多,可是他不愿走关。 派位要他来自己身边任职,夏同婉言谢绝了,派位不甘心,要来整齐的军队和华裔的车马,吹着响亮的号角,从他面前走过。 但夏同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视而不见。 派位又召来一般风姿绰约的美女,在夏同面前轻歌漫舞,但夏同目然而立,毫不动摇。 派位看到这些,全然打动不了夏同的心,不理解的说,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,真是木头做的人,是头做的心啊。 后来就用成语木人时心,来形容意志坚定,不为外物所动,也许是夏同刻意表现出,无动于衷,来拒绝做官。 如果真的是木人时心,那就不是淡薄,而是心灵走向枯寂,人生在无乐趣可言。 耐得住寂寞,才能守得住芳华。 耐得住寂寞,方能内心平静,宠辱不惊,有所作为。 耐得住寂寞,才能对真正所爱好的事情跟住持久,不怨天柔人,不忘自费薄,不建议思迁,向着既定的目标坚持不懈地走下去,最终总会有所收获。 但乏成功之人,往往都要经历一段没人支持,没人放入的黑暗岁月。 而这段时光,恰恰是沉淀自我的关键阶段,犹如黎明前的黑暗,挨过去,天已就亮了。 有人问禅师,鲤鱼在没有越过龙门的时候做什么? 禅师回答,在深潭寒水中修身养性,又问,越过龙门后又怎样? 禅师回答,越过龙门后,腾飞天上,鱼类难以追及。 又问,那又怎样?禅师回答,龙庞云不雨,慈热世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遇。 成前时,要耐得住寂寞,成就后要负责天下,做鱼座龙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什么环境做什么事。 往期热闻,他靠曼脸库成一万富翁,比亚迪成老了,真相是,这些不能亮段子让灵魂颤抖,底层斯文会毁掉人生。 他低学历,却是阿姨第一人,最美女富豪二十八岁拥八十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